小姐是你叫的餐吗 我叫的餐 我拿一千块给他 他没钱找我 然后是我不付钱 然后他也不愿意下去换 然后他也知道打资 我是叫外送的人 为什么我要去换钱 应该是他有准备吧 叫外送吃晚餐 因为找不出零钱 竟然出动远景斗场 向口放个零钱 再给他 我是消费者 为什么我今天叫外送 我要自己去换钱 双方你一言 我抑郁在公寓楼梯间 吵成一团 谁也不让谁 新北这名外送员 日前接到一份120元的 鸡腿便当订单 前往中和新南路上 一间公寓送餐 硬门的女子 掏出张千元大钞 外送员开口 没钱找 适逐请他自备零钱 外送员则要求女客人 自己下楼和超商换钱 双方瞧不拢 竟然就爆发激烈口角 两人僵持不下 最后外送员竟然拨打110报警 出动玻璃室大人到场协调 最终外送员在警方陪同下 到超商换钱 才结束这场冲突 我们备零钱是很基本 如外送员身上没有零钱 接单时在平台上 选择线上付款模式的客户 也不会因为找零问题 闹到报警 餐点凉了 也耽误后面接单时间 恐怕落得双输局面 这里请分享乔星辈报道 我是陈居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往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